广州海珠区深夜大逃亡,数万人被拉走隔离 清灵清痛了,大粉红也反水 北京称动态清灵不动摇,推则地方防疫过渡 北京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这个邻国受益 朝鲜再射4枚导弹,美国军演派出B-1B轰炸机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两岸要闻 我是王静怡,今天是11月6号星期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中共二十大之后,持续执行严厉的清零风控措施 但疫情并没有趋缓 广州市遭遇了三年以来最严重的疫情 当局宣布,海珠区从11月5号到11月7号全域封控三天 许多民众赶在4号深夜开车逃离当地 海珠区城中村数万人被拉走隔离 广州海珠当局宣布的防控措施包括 严格控制人员流动,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地铁公交暂停服务等 广州市海珠区民众从高楼上往下拍摄的视频显示 公路上密密麻麻的全是车 视频中的声音说 你看一下,这些人在大逃亡 这是我家的楼下 现在14号的深夜11点多 多恐怖,真是惨啊 之前,广州部分地区被归为高中风险区 民众不得踏出家门 物资却供应不足 有的人已经被封了20多天 很多人焦虑房租吃饭问题 视频显示 康乐村、陆江村争抢食物的状况严重 并和警察发生了冲突 还有视频显示 海珠区没有物资 打工人受不了风控 合力推倒隔离墙 当地的政府表示 广州疫情集中在人口和大楼 较密集的城中村 需要使用强力的手段控制疫情 从3号的晚间开始 海珠区城中村陆续有人被拉去隔离 视频显示 海珠区陆江村排队拉人隔离 拉了一个晚上 据说出动了500辆大巴 拉了几万人 车队总长就超过了1公里 有许多民众因为隔离酒店爆满 没得安置 被隔离在了车上 被从广州转运到东莞隔离的王强 5号对大纪元记者说 我们是海珠区康乐村 陆江村的 拉之前没有告诉我们 2号夜里 我们睡到了11.12点 直接上门敲门 要我们立马起来 收拾东西走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 他说 仅2号的夜里 就拉走了几千人 康乐 陆江两个村 每天都在转运 每个路口都有几十辆大巴 村里保守估计15-20万人 我们2号晚上出来的时候 路口的车全部是排满的 一个路口就有100多辆 其他地方还有几个路口 11月5号 包括胡锡进 周小平在内的 中共多名大粉红公开表态 对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不满 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黄安 也骂中共混蛋 被牺牲为中共叼盘侠的胡锡进 11月5号 在微博上发文称 中国人对无差别的超大规模封城 已经不能接受了 要是当局今年冬天 持续将此作为防疫的主力 届时部分地方经济就会连带崩溃 百姓将无法承受 知名的大五毛周小平也憋不住了 11月5号 微博发帖质疑 下面的话是我说的 现在可以来疯我了 抓也行 要杀要寡随便吧 反正我得说实话 现在最直观的状况就是 你去了一趟 一级最严重的美国 只需要隔离7天就能回家 你去一趟一级相对清的边疆 封控70天还未必能回家 这是在防疫还是在滑水 这样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位以批评西方著称的大粉红写道 就算我们要一直抗疫到底 那也不能因此随便造谣说 国外失衡遍野 医疗崩溃 后遗症爆棚 因为那都不是事实 自称爱党爱国的中国人大教师王文 也发帖说 隔离第7天 纵使有对党对国无限热爱的自己 也在心里崩溃的边缘了 除了饭食较差 行动受限之外 最不能忍的就是每天凌晨2点做核酸 没睡过一个整觉 刚刚隔壁的女士痛哭 撕心裂肺的哭 爱 一向亲共的台湾艺人黄安 近日也在微博上发飙了 11月4日 从福州杭州旅行回到北京的黄安 他的手机突然跳出弹窗信息 告知他 可能和北京内外的疫情风险地区等 有时空联系 收到信息后 黄安在微博上大骂当局混蛋 黄安从2000年开始就居住在中国大陆 疫情爆发之后 他常常在微博上发表 贬低台湾防疫政策等言论 并跟随中共党媒的论调 吹捧当局的极端防疫政策 不过近来 黄安对中共当局的防疫政策 频频表达不满 5日 黄安再次在微博抱怨称 谁有病谁去看医生 谁有病谁去治疗 其他人该干啥干啥 怎么这样简单的道理还听不懂吗 到底是固制什么呢 他解释说 因为我去过有一个病人的城市 回来之后要隔离7天 有病 这个小区有一个得病的 所有人一起吃药 不许走 闭嘴等通知 有病 这个地区有人生病 直接疯了 甚至孩子有病不让去看医生 家人去世不让上坟 这才是有大病 黄安也曾在上个月的微博上大吐苦水 他吐露这次出行期间 在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扫健康码时 绿码变成红码 因为标骂防疫人员 他差点被中共的警察抓走 一天之内反复领教中共的铁拳 黄安承认自己很惨 有网友评论说 即便是家犬也不能欺压太甚 狗奴才咬主子的事情 也是时有发生的 在防疫可能松绑的传言不断之下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5号下午举行记者会 称要坚持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 对于清零引发民怨的责任 则推给了郑州等地方政府 称其防疫过度 由于近日防疫松绑传言不断 外界一度认为可能会宣布松绑防疫措施 但这场记者会上 中共国家卫健委发言人米峰 在记者会上强调 防控形势仍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 总方针不动摇 对于防疫过度引发民怨 米峰又称 要防止简单化一刀切 坚决整治层层加码 在记者会上 中共国家疾控局监督一司 二级巡视员妥嘉 点名黑龙江省大庆市 山西省太原市 山西省运城市 河南省郑州市 贵州省毕杰市 四川省南充市等地 其中郑州设随意静默 封城代替管控 以推卸责任 期待对严苛的防疫政策 转向的愿望就此落空 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有网民讽刺说 绝不能放开 是与新冠同归于尽 病毒就在一个地方遇上杠精了 所谓动态管理 就是今天放松 明天也会收紧 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 动态清零政策 可能即将松动的传言 接连传出 其中包括中央高层开会 研究如何松绑 国际航班熔断取消 以及入境隔离天数缩短等等 路透社稍早报道 前中共疾控中心 前首席流行病学家 曾光周五 在花旗银行主办的一场会议上表示 中国动态清零政策 很快将有实质性的改变 因为开放条件正在不断积累 不会等到明年的春天 但是会逐渐的分布开放 这些消息虽然没有得到证实 但也带动了大陆和香港股市连日大涨 后指涨幅2.43% 香港恒生指数盘中一度暴涨7% 不过中共官员的最新表态似乎扑灭了 有关清零防疫政策转变的传闻 民众表示 周五怎么涨的 周一怎么跌 准备好了吗 股民们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2月侵略乌克兰 加剧了全球各地的经济困境 但是临近的高加索国家格鲁吉亚却逆向发展 今年渴望达成10%的经济成长 原因是超过11万的俄罗斯人B站来到了这里 带来了大量的资产 路透社报道 普京9月下旬宣布全国动员令之后 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到格鲁吉亚 今年至少有11万2000名俄罗斯人移民到了格鲁吉亚 对总人口370万的格鲁吉亚而言是相当可观的人口流入 战争爆发之后 世界银行在4月份预测 格鲁吉亚2022年的增长率将从最初的5.5%降至2.5%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东欧首席经济学家伯格夫说 这些预期都没有成真 相反的 我们看到的今年格鲁吉亚的经济增长相当不错 两位数 根据格鲁吉亚中央银行的数据 在4月到9月期间 俄罗斯人通过银行或汇款服务 向格鲁吉亚转移了超过10亿美元 是2021年同期的5倍 这种流入 帮助将格鲁吉亚货币上涨到三年来的最高点 然而随着许多拥有大量现金的俄罗斯技术专业人士的到来 物价跟着飙升 让一些格鲁吉亚人反而被排挤在住房租赁市场和教育等经济领域之外 根据格鲁吉亚最大的银行TBC的分析 今年格鲁吉亚首都提比里斯的租金上涨了75% 商界领袖还担心如果战争结束并且俄罗斯人返回家园 格鲁吉亚可能会面临硬着陆 经济学家和企业也担心战争的长期负面影响 警告这种繁荣可能不会持续下去 他们建议格鲁吉亚政府可能利用健康的税收来偿还债务并建立外汇储备 韩国合同参谋本部5号指出 朝鲜在上午11点32分到11点59分之间发射了4枚短程弹道导弹 其中一枚落入了位置靠近韩国的领海 韩国总统尹熙悦严厉斥责 这等同入侵领土 朝鲜罕见从距离中国丹东仅约20公里的边境地带发射导弹 韩国正在分析这个意图 韩国和美国从10月31号进行警戒风暴空中演习 并延长一天到5号 美军上个月向关岛派遣两架B-1B轰炸机 5号飞抵了韩国参与最后一天的军演 超音速飞行的B-1B是美军长城轰炸机部署的支柱 如今虽不配备核弹 但能搭载巡异飞弹和雷射导引炸弹 被朝鲜视为严重的威胁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汤马斯·格林菲德4号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 警戒风暴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 借此消除朝鲜入侵演习的说法 并点名中俄在紧急关头包庇朝鲜 中俄则繁殖美方的联合军演 导致局势升温 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和日本航空自卫队 派出F-16战机、F-2战斗机和B-1轰炸机 进行联合演练 以此威慑 根据共同社援引冲绳防卫局的消息称 美国国防部官员称 空军将让隶属该基地的两个飞行中队 共计50架F-15战机陆续退役 改为大约每半年派一批F-22战机轮流驻炸的方式 在5日之前 朝鲜今年已经发射约60枚弹道飞弹 是金正恩在位十年任何一年的两倍之多 韩国已经要求美国加强部署航空母舰、核动力潜舰、B-1B长城轰炸机等战略资源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在网上看到网友分享的一段作家莫言小说里面的描述 说当年没有饭吃的时候 女人走进村长的家里 拿自己换粮食给孩子吃 村长嫌女人太瘦太老 要求女人用14岁的女儿来换吃的 于是女人回家之后 获着农药做了最后一顿饭 全家人吃了都死了 眼见着中国的供销社大食堂死灰复燃了 或许拿孩子换口粮换碎银脊梁的日子 距离中国人会越来越近了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我们下期见